由陶渊市青年局辅导的魔镜材料公司 获得了科技部推荐 参加美国CES2022创新奖 在全球4万组的团队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运动健身科技创新奖 他们所研发的200奈米中空纤维技术 7秒钟就能把污水变干净 由陶渊市青年局辅导的新创公司 魔镜材料研发200奈米中空纤维技术 能在7秒内净化水中杂质 并隔绝99.9%的细菌与塑胶为例 滤芯的流速比市售快三倍 不需要电力又方便携带 成为全台薄膜领域的先驱 里面充满了我们的过滤的材料 然后可以很快的将脏水 里面的细菌维生物过滤干净 然后像这么小小一颗 它可以过滤一顿水以上的脏水 魔镜公司由张旭贤与团队 从学生时代开始研发 它至今20年 近三年在青年局的协助下 克服资金困难 逐渐展现成果 不但荣获新创失业奖 也拿下了国家新创奖 因此获得科技部推荐参加 美国CES2022创新奖 在全球约有4万组的参赛团队中 魔镜拿下了运动与健身科技类的创新奖 为台湾七个获奖团队之一 这是十分难得的荣耀 2022年的运动科技类的产品创新奖 各位可以在年底或明年初 可能会在市面上看到很多 其他的运动品牌会使用我们的产品 在这个科技里面 魔镜投入相当多的心力 终于开花结果 获得世界的关注 目前已有大厂牌运动用品店洽谈合作 不久产品将上市 同时各项产品也在中南美洲东南亚测试中 而工业废水的处理 也与国内半导体产业合作开发 未来将为环境永续贡献一份心力 唐炫阳仲强 黄历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